如果万代来给这个背包加设定 它会怎么加呢 战争结束之后 联邦回收了沙渣笔的部分遗骸 将它的背包进一步改进升级 更换了万用对接口 取消了燃料罐 增加了两个大型推进器 运用于各类杂兵宇宙作战 通过这个水纹和这个水口 增加的感应力 普通士兵也可以操控浮游炮 但是 经典但是 威力减半 或者虽然这个机体看上去 比沙渣笔更牛更复杂 但其实是沙渣笔的测试专用级 经过几轮测试回收之后 发现燃料始终不够用 无奈将背包做了轻量化处理 同时将大处理推进器更改为燃料罐 今天看核能背包2.0 这个背包去年就出了啊 做了一部分的升级 一起看看怎么事 这次升级是增加了六处灯组 是类似太阳龙那种旋转的灯效 还是挺不错的 有三种颜色和效果可以替换 普通出力和大出力的区别 除此之外 却是扩充了自己的接口数量 现在可以和更多模型进行适配 搭配几个模型看看效果 看一下有没有你想搭配的模型 这样的核能背包会是你的菜吗 我们评论区聊聊吧 拜拜